詞・作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五拘公投,全民制憲》 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制憲的理念付諸實行 香港的這個運動本土民主反共 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文星體義 myradio.hk 反常誓怕,合縱為息 剛才那節說到Douglas Douglas當年,DSE 完之後 又去了樹人那裡interview IN這個歷史系 IN那個人,即是校官 就問了一條問題 你中學沒有讀過中史 你怎能夠有資格在那裡讀 Douglas就很拍戲 用了四字真言扔別人的媽媽 我沒有人敢說 我自己也沒試過 我這樣夠強去挑戰些人 我喜歡挑戰些人 但我都不夠強在一個interview裡講粗話 扔別人 扔了 扔完之後又怎樣 其實我覺得人家想要死 不過死就死 他要求這麼低 都要求這麼低 其實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對 沒有去樹人 整班菲律賓博士 奇奇怪怪的 最後結果 最後呢 我有offer的經驗 你扔完之後他還給offer 這樣也很厲害 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就覺得 好東西 有種 我就收你了 最後有offer的經驗 但是我有些同學 奉勸大家不要太勇 不過因為我和一間學校 有其他學生去 in media 都是樹人 對呀 樹人 新聞傳播 傳理 傳理 那些科 他很壞 但是 他那邊 要求很有禮貌 其實樹人 是一間很傳統的學校 好像中學 中學的 所以 我很驚訝 我爆粗也有offer 這個是 反而我覺得 你在其他學校 例如Poly City 爆粗 我覺得他一定不會收你 其實我沒有一次interview 正常的 我另外 in了另一間 所謂私立街 行館 我那間行館 in翻譯 in了四次 四次 那麼多 我想 所以不要再叫我 再in 他第四次跟我說 他跟我說 為什麼in了我四次 因為我失去普通話 我不懂普通話 我到現在都不懂 我到現在一刻 他說我不懂普通話 我一想 撐什麼 不行 不行 就不要收我 有錢 都可以 所以奉勸成績 最後他是沒有收你的 收了 都是收你的 他就說 in你四次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已經四次 所以奉勸大家 如果成績 未必能入到八大 明天可以試 但又不是太差 過大學 入學門檻 你意思是真的很想讀大學 我想讀大學 但 又沒有什麼要求 對 真的可以試一下 就試一下 行館 行館 行館樹人很離譜 那天跑出有offer 已經四次有offer 其實我inpoly也不正常 我program leader 跟我說 那時候 我表現串串共的時候 就是 我inpoly 我讀social policy 十個人 我那十個人 就收了兩個 其中一個 我試試問program leader 他認得我 不是很正常 其實我自問最正常 應該是 浸會social science 因為 浸會social science 的program 對我來說算吸引 因為我year 2 才可以再想讀什麼 那時候有歷史地理 有個 家樂教育科 國際關係 我A1擺過 反而 但不收 最後 正常常 in那些 我正常常 我穿西裝去in 不收 我行館都說穿拖鞋去in 你真的穿拖鞋去in 你穿梁鞋還是拖鞋 我覺得也有少許分別 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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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樣可以穿拖鞋 未入大學就已經穿拖鞋 通常是入大學 然後很喜歡住科 你穿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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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所以我幾離譜 Poly呢 Poly是怎樣 Poly 你沒有穿拖鞋 你沒有穿拖鞋 西裤白術衣 沒有打胎 都算正常 但我計劃這裡 都說我表現不是多正常 但又肯收你 對 他現在應該再懶了 因為我在學校 都是不多正常 我自問我不多正常 其實你也是 其實那時候你有沒有想到讀大學 為何你這樣 想過讀大學都害怕 你也是想讀大學的 對 走出來的表現是很穿拖 但你也是會穿拖鞋 對 我走出來的表現也是很穿拖 所以 我自問我自己沒得救 但又有得讀 心態問題 就是 我從考試那一刻都交百分鐘 你緊不緊張 我試試我才知道 那些人 做了那一刻不知道 所以 很容易得罪人 我就是很容易得罪人 不過 明天放榜那些 家庭觀眾都千萬沒有房 這個人是沒有受過任何訓練 然後做出這樣的神經事 神經事 我真的神經事 我奉勸大家不要穿拖去面試 亦都不要在面試中說粗口 這樣是不會令你加分的 照道理 照道理是不會加分的 不要學我太好彩這個故事 我那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人收的 我是進去學校 就是進去poly那裡讀 我自己 因為你考一次公開試 我考過三次 因為我回考一次 然後AFO一次 AFO失敗了 然後retake 我就考了GCEA level 就是英國的A level 不過成績也不好 但是又 不知道怎麼說 神推鬼推都入了poly 就是這樣 對於我來說 會考也算是人生第一個 很大的打擊 因為我自己其實不喜歡讀書 怎麼說呢 對讀書沒有興趣 然後入了地區名校 每個人都很努力讀書 很厲害 然後 本來小學都全級 可能都有頭 我記得是十三 最後那次考試 全級考第十三 那些地方很大的壓力 我覺得小學也是 有些人入了名校 結果 留兩三次班都正常 嘩 這樣啊 其實我 我選 我小學 升中學的時候 我特意選一間差的學校 但我沒有跟老師說 我特意不說 那時候 小學已經想起什麼 對 我不知道我什麼人來 所以不要學我 其實 我放升中派位那一刻 我班主任 很驚訝 他有點生氣 搞錯 又是一間這樣的學校 我中學 就不是一間那麼好的中學 爛仔中學 但是 其實六年中學 算開心 我自由度很大 在讀書 那 那些老師不是很理我 他表面說 我知道我自己做什麼 其實 但是 我其實不知道 全都是考慰康都交八卷 我另外有科M1 我霸氣到不讀 那時候上數學堂 在那裏讀 做一些科學的試卷 有科主修的數學 我只是做過科的試卷 我自己就很懶 我自己就懶 小聰明 小聰明 我小學這樣 上到中學 就維持著 又不是溫習 於是被人拋離 一拋離 應該都是賤底 我猜到是爆尾 因為他沒有名次排出來 但對一堆平均分 知道自己是最美的幾個 那我就算了 反正都是最美 又追不到 那就沒有追 然後就一直這樣 中一至中三 中四 對 本屁 就一直都不讀 但又去到 又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想回考了 不如讀一下書 又覺得好像是重要的事 是時候 玩了幾年 玩了四年是時候讀一下書 很多人都是這樣 很多人都是這樣 一讀起來 就中五學期頭 就開始 個個就是溫習 中五那年會考 那些人就開始溫習 一路 雖然他有教新東西 中五那年一直上課 帶人來下課之後溫習 我呢 不是溫習 重新學過了些東西 就是由中四第一課 什麼都不對 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genetic energy 你讀三的 我是有三模 中三我讀過 中三我讀過 中三的那些完全不懂 那些什麼reaction 的那些完全是 不知道是什麼 中三我讀過 我炒了好像二十幾分 幸好之後沒有讀 大學又讀一科這樣的 是CAM的東西 但是我也是讀的嗎 那些爛鬼子 要讀我和另外一部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中路就開始這樣 然後不幸好有人幫一下 那些前輩 那些兄長什麼 我忘記了 就幫一下我 就一直死坐爛坐坐 然後就想著 可以完校升回中路 那時候怎樣想呢 然後就想不如 升到完校之後就跟他表白 就給自己一個動力 那時候我讀書的其中一個很大的動力 就是要考入完校 然後就跟那個讀書很厲害的女生 表白 那個女生最後考了二十六分 我沒有記錯應該考二十六分 每次考三十分滿分 二十六分是一個非常之高的分數 我沒有記錯應該是二十六 那時候我原校理科 那時候進去要二十分 那我就想著應該 應該都可以的 但誰知道最後考上十六分 哭到豬頭一樣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那個女生也都是 然後就很快 在放榜之後很快 就跟另一個升到完校的男生 一起拍拖 我不如拍到現在 他們就很幸福了 就是這麼多年 很多年了 你想想 由那時候中五放榜之後 到現在至少是 有八年還是九年時間 差不多 應該至少有七八年時間 那我就要被迫著 又去了另一間中學 就是一間叫做 Band 3的中學 以前是Band 5的那間 後來就只有三個Banding 最差的那些 然後就讀 但發現原來是另一個天地 雖然是公開試 就好像DSE 考不到 不知道去哪一間學校 本身可能想入廣大 怎麼知道你入了樹人 那你一定是不開心的 我入不到原校 我去了一間Band 3的學校 那些人就是 你剛剛說的爛仔學校 原來不是的 是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真的很開心 然後又開始入籃球隊 打學界 北區 大埔及北區 然後又拿頭四名 出去打精英賽 那些 那些人打籃球很厲害 然後一天就去玩 不過真的玩得太多 是不讀書的 真的沒有讀書 但是那個人就完全不同 因為以前是地區名校 尤其是校封 就有很多規矩 很多館仔 就是你出街 你穿著校服 是不可以一路走在那裡吃東西 喝東西都不可以 是法校規 是會扣分的 還有 甚至誇張得 你和男女 男學生女學生 在學校如果坐得太近 那些老師可能會質疑你 你們兩個是不是拍拖 那些這樣的 有宗教背景的學校 是的 即是基督教 是不是有報紙在說你的 一定有 一定有說過 我民俗黨之後 都有記者去找我 現在的副校長 當年是憤怒主任 我也是啟蒙老師 影響我的人生 不歡迎你回去 我不知道他會否歡迎我 他報紙這樣說 真的嗎 不是嗎 他說歡迎舊生 不過沒有說 他會否歡迎我 開闊了很多眼界 因為我看到很多 原校讀了七年 在那間學校的人 全部好像倒舞級出來 沒有意思 一樣 但我自己去完另一間 叫爛仔學校也好 Banfield學校 那兩年我自己學會很多 即是你說人際 溝通 即是怎樣跟別人做朋友 怎樣去 這麼催促 那些 很多都在那裏 訓練出來 或者學習到 人際我自問 我說話不懂轉彎 我到現在都很容易得罪人 但是 你問我 在這樣的爛仔學校出來之後 我做事夠吉時很多 即是起碼interview 我也做了別人不會做的事 接著 我自己升大學那些不說 我又想說另一個故事 其實我有很多事可以說 即是關於人生的思考 前路這些 我想很多 譬如那時候想做什麼工 讀什麼書 很多 我想說一個故事 那我就說 我以前讀地區名校 即是大埔區 叫做差不多第一 那時候同班 中四中五 同班一個女生 讀書很厲害 通常都會有的 大家可能在班上 會有一些這樣的學生 就很乖 老師經常稱讚 然後英文作文會 拿90分 老師是要讀出來的 有位同學作得非常之好 讀出來給大家學習一下 他讀 那時候我完全不明白他寫什麼 我完全聽不明白那篇文是說什麼 有什麼 那時候很厲害 我記得那時候老師說 他這句 Hey buddy 用得非常之好 因為兩個朋友之間 在那裡對話 我那時候就拘捕了圖 什麼D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那時候英文很差 那後來就浸了 他一直讀書都很厲害 去到AFO 太Q 他會考應該二十幾分 大家打算是入三大 即是港大、中大、科大 誰知道他又太Q 他入了哪裏呢 入了Ling U 讀英文 那時候以我所知就哭到豬頭那樣 因為我已經跟他去不同的學校 即是中七已經不同的學校 他升了完校 然後就入了去Ling U 讀英文 那種感覺就肯定是覺得 Ling U 那時候就覺得 排第七、第八的學校 又很差 還要讀英文 這些一九的科目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但是他本身是一個很勤力的人 很勤力的同學 那入到Ling U 就沒有盤屁 他繼續讀 以我所知 他應該是每次都爆死 即是Ling U 讀到GPA 是差不多滿分 我估計是三點八至四 我估計是這樣 不斷爆 然後他第一年 就申請 就是Apply做委員 他有申請匯豐 因為那時候他講的一些故事 我們中學生之後 約出來的那些犯罪 他就講 那時候就聽他在那裡講 我聽到很葡萄 即是覺得 你這麼厲害 我又這麼兜 即是那些這樣 即是他就講匯豐 就interview 第一次interview 是電話彈話給他 他就在火車那裡 有一間廳 用英文的 即匯豐講的彈話用英文 他就說 那時候真的很尷尬 在火車那裡 就要用英文去interview 這樣就在那裡講 然後他就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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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你這麼厲害 會讀Ling You 不像 然後就變成他聊天 那時候就變成聊天 那樣 一路就很順利地 interview 然後去到匯豐總部 即是在中環那裡 最後就聘請了他 我記得他說 那個團隊人好像 好像只有七個人 還是九個人 逐個自我介紹 他就說 那九個人當中 除了他之外 全部都是港大 中大、科大 好像全部都是 那些是 Global Business 那時候叫神科 最難入的 一個雙科 叫做Global Business 全部都是那些人 只有他的Ling You 他在interview的時候 那個人 那個考官都跟他說 這次是他第一次 進入一個 讀Ling You的學生 就是這樣 接著就聘請了他 那時候那晚的飯 他穿了高跟鞋 噴了香水 很漂亮 那時候我很葡萄 因為我自己也很想做 金融才俊 自己那時候是 又考不到入大學 那時候在語剔 就很兜 很人生 我還記得那時候 有個中學老師 跟我說 不需要 羨慕其他人 自己人 每個人有自己的路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那時候我當然是 都是不好的 看見別人 那時候當年 同一班同學 你又考得那麼厲害 現在進去匯豐總行 做intern這麼厲害 有自己的房間 對著海景 那樣 真的有什麼 那樣 這個女生的故事還沒有完 那她一直很努力 然後就在Ling You裡面 爭取很多機會 就去exchange 去了愛丁堡大學 然後中國就去了這個 清華大學 和北京大學 那樣 就一直去exchange 也都在這個 愛丁堡大學 exchange 的期間 認識了一個有錢仔 然後就說 就飛上枝頭 現在一直都做得很好 這個故事就是說 雖然她入了Ling You 大家都不看好寧南大學 老實說 最重要是英文科 Ling You有些學系會比較出名 一些 文言 哲學 那些會出名 你讀寧南大學的英文 你做了什麼 但是現在人家就是這個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恒新銀行 不知道在做什麼 可能MT或者很厲害 那我也是不要放棄 努力 在你那個Ling You 你都依然能夠 都可以 創出一個新天地 可以殺出自己的一條血路 那可能你本身上入Corn You 入不了 入了Poly 那樣 我最明白了 有Poly 那些人說MK大學 但是我覺得 看你自己是怎樣的 就是很看你自己的 你有沒有很努力呢 雖然你入了一間 不是很厲害的 排名不是很高 排名不是很高的大學 但是你自己有沒有在那個環境裏面盡力 有沒有在你的學科裏面 讀得最好呢 就是你看低那間學校 你覺得一些同學都是事 你覺得那個學校是廢 那為什麼你不在那個學校裏爆死 拿第二天呢 就是你這麼看低那間學校 你應該在那個學校裏拿第二天 爆死 那我之前的女同學就做到了 那她現在的事業都很成功 我也有些同學可以說 其實我那個科就是 很多人說 嗯 一些沒有前度的科 尤其是理工大學 讀蘇蘇蘇人的話 是更加沒有前度的 嗯 我有一些同學說 都不知道自己在讀什麼的 嗯 是的 無疑有些老師 我真的很不行 但是我不會 外面有人說 不知道自己在讀什麼 其實我某程度上 都很討厭 我有一些同學說 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讀什麼的人 嗯 其實沒有什麼需要 看看自己 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就是人生是自己的 我就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我 那我 我就 我就 讀書要試 就是這麼說 我們也讀書要試 大學又沒有大學 生活實裝那些 但是我們搞了一些特別的事情 其實我自己走的那條路 就是跟很多一般人看的那條路 是完全不同的 它很特別的 我很特別嗎 很特別嗎 很特別嗎 你看這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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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進不住大學 以內 動不著大學 然後又進了一個Pol里 普通小學 然後大學又沒有上莊 因為那些人說一定要上莊 住個… 成功 很多世俗給你很多的 捆綁 有些預設的東西 你進入大學就一定要做兼職的 一定要上莊的 一定要拍拖的 一定要走課的 走課這件事我做了 然後就一定要住屋的 有很多這樣的生活 但我完全是沒有的 我跟自己說我不去Ocamp 因為我很討厭Ocamp 我只是回到兼職 我也是沒意思的 然後屋的文化是浪費的 上莊的文化是浪費的 全部我不喜歡 然後是沒有做 就是不喜歡 我在大學是認識極少的人 到了幾年的大學 我可能認識幾十個人 就是自己學科的幾十個人 沒有了 沒有了 但是現在也可以做到一些比較特別的事情 不知道的 你一定不會每個人都是走同一條路 明天DSE放播 每個人都是想著自己入港大 或者入自己的學校 但是一定是很多變數 人生很難計劃自己的 會發生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是不是末日 你會發現原來我走這條路 跟預先想的完全不同 我都沒有想過 當初沒有想過 今天會變成這樣 不是世界末日的 我覺得是怎樣呢 去擁抱發生的事情 擁抱命運為你安排的事情 開心心 沒有什麼的 考得不好 故之前是有點不開心 但是不需要太過戒懷 我覺得命運人生 為你安排有些很特別的事情 我自己會這樣想 你擁抱它 就是這樣 祝大家好運 明天說到 再見 再見